我的頭髮上面這一塊沒有了 今天想像我這邊是有頭髮的 會不會是我們再反了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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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ber 又到了YouTuber開箱噴錢時間 網路上看到很多一夜市的廣告 然後有一些新鮮的東西 我們都把它買回來了 我們來看看今天要開什麼東西 應該是頭髮啦 頭髮類別的東西 其實它的重量都不重 不一樣 這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花糕啊 感覺很青春耶 很陽光耶 這感覺像一個什麼 卡通 火影忍者 其實它這個還蠻保暖的 只是說跟我自己後面的顏色不太搭 然後可能跟我的年紀稍微不搭一點 如果說你現在是大概二十來歲的話 我覺得買一買這個來玩還不錯 然後你把它抓起來 它這其實不是頭髮 它這是毛 就是像一般毛衣的那種毛線 那種毛 真的就是一頂毛帽 好囉 這個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噴泉要噴什麼東西呢 這這麼小一盒啊 這個是 再寫下 哎呦 1498元耶 也是頭髮 薄薄的一片瀏海 標榜是可以遮你的M型圖 就是像這樣子 它到底做不做出來 對 它意思是說 它就是做一條髮際線給你 可是其實以我的經驗 髮型如果你要去修補它的缺陷的話 它不可能說像拼圖一樣 拼著一小塊上去就可以達到字 但是無論如何 我還是想來試試看 欸它沒有附膠啊 那這什麼呢 我覺得這應該是要 塗上一些假髮專用的膠 這感覺我在寫穿臉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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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揮好寫的這個是 看得出來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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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帆風順 一切如矣 好不好 好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它塗上一層 這個假髮專用的膠 不過我這樣看很懷疑說 它怎麼可以輸由頭 它 要把它製作成髮際線 但是以我專業來看 它的勾織方法其實是單一線性的 很難去把它梳得立體 我的頭髮上面這一塊沒有 好 但是我還是試試看 請大家自己想像 對 其實想像我自己是有頭髮的 然後呢 一般來講 應該是要噴點水 然後來梳 來看看髮際線 你看 它就是一直往下嘛 它就是一直永垂不朽嘛 哎呀 但我還輸個東方 中分 哇 輸個八字 在過年的時候 希望大家 發發發 而且就算你往後輸 你有沒有看到很厚的一個 鈍呢 而且它這勾姿它是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去把它 往後輸成功的 一直是垂下門 關我帶不準 我來Cue一個我們的法友 Y先生好不好 Y先生 掌聲歡迎 Y先生 Y先生 靠著我 沒關係 喔 還有水 這很像火影忍澤裡面的另一個腳 但我覺得它的勾姿真的是 它這種勾姿啊 基本上沒辦法往上拉 因為它會一直垂下來 沒有辦法 威先生很失智耶 我覺得還好 還好 因為其實你這 塞耳後也是滿不錯的 會不會是我們帶反的 帶反的 不會 因為它本來就是 它是往前這樣 再往後 對 對 這樣你可以看到它這個黑邊還是很明顯 太假了吧 這髮技線像個碗工 對 再來綁一邊 照樣講應該是這樣戴 然後往後拉 你看它的髮技線這一邊是很齊平的 正常人的人體工學 它的髮技線不可能是這麼一條 像刀片割得這麼直 筆直 它一定是有這種曲曲折折的 所以應該是這樣大概沒有錯 可是它輸不上來耶 那因為我剛已經用假髮專用的膠把它黏過了 你如果沒有用膠 基本上它是不可能黏不住 緊繃大概是這樣子 你會看到這邊缺一塊 那這個時候你要把它補起來 可是因為它的髮量不夠 就是髮片本的髮量不夠 所以你怎麼輸它還是會開掉 還是看得到空洞 再加上它的髮流 沒辦法跟它自己演的話 來做銜接 它頭髮是往下走 髮流如果你一把它往上輸 它基本上是沒辦法固定 髮片必須跟你自己製髮的髮流 毛量 顏色 還有它的密度 來做相匹配 銜接起來才會自然 這個不是像拼圖這樣把它拼起來就好 非常謝謝我們的Y先生來到我們的現場 我們期待下次再跟他相見 OK今天YouTuber的開箱就到此 如果你還想買什麼東西 怕被騙或怕上當 歡迎你來信告訴我 你想要買什麼 我來幫你買 我來幫你噴錢 今天嚴格來講 我真正喜歡的是 這一樣東西 這帶起來真的還蠻韻律感的 所以如果說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囉 Let's go